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 这个是在B站上上传的 就是说这个有个up主是武汉的 然后他自己患病了 患了染上了这个病毒 而且他是一家人染上的 现在住不进去医院 只能在家里边 然后说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是在这个 是一个日本人把它翻译成日语 这个字幕 然后来放这样的内容 我才看到的 在B站上我找了一下 我没发现 我不知道他这个B站人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在里边就说了 他的症状 现状和什么的 我觉得我非常担心 我看到他之后 我觉得非常担心 因为按照这样的状况的话 他们必须要用药 哪怕在家的话一定要用药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买到药 这个他染上了 他应该不是重症啊 但是即使是中度和轻度的 不用药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那个我们现在 好像都恐慌于这种心病 没有什么药 可是你要知道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病叫做新冠状病毒肺炎 那个新冠状病毒 是他前面的定语 他最主要的 这个主语是肺炎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那个 有一些痊愈的出院也好 你看他们用药 都是按照肺炎 我们常规的这个治疗的 这种经验和手段来治疗的 他一定要用药的 这个抗生素什么的 或者是那个对症的一些 一定要用上 因为这样用上之后 才能缓解这个症状 还有就延缓 不然的话 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死亡病例 我觉得都是拖出来的 如果当时是及时的话 我认为很多病例 不会这样的这个死亡 因为在这里边有一个 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说 一定要知道 就是不管是哪一种病毒染的 这个肺炎 肺炎会死人的 就是平时在 这个任何国家 任何年龄的人 他会死人的 就是死是因为拖出来的 和不重视 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说以这个日本人为例 因为日本医疗条件不错的是吧 可是呢 我认识的一个 他开公司的这个社长 他应该是不缺钱的是吧 他的那个老婆 就是死于肺炎 那么在日本的医院里边呢 医生可能也是没有住 就是没有特别重视 然后他自己呢 他认为他非常悲伤 他认为他过于相信医生了 他觉得太相信医生的话了 所以说在治疗的这个力度上 不够 才会这样的 他事后的就说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在任何国家 这个肺炎如果延误的话 或者是这个 没有特别及时的去照顾治疗的话 都会死人的 所以呢 如果及时治疗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病了 就是一个 甚至普通的 所以这个及时很重要 但是现在在武汉 很多人还是住不进去 因为那个医院还没建好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不知道武汉是不是可以随便买这个抗生素啊 因为在上海的话是不可能的 上海的话 是买不到抗生素的 如果你没有处方 就是你必须要到医院去 这也是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一趟趟跑医院的原因 因为我买不到抗生素 我想要抗生素 必须要去医院 上海的那个抗生素的管理非常严格 这个我知道 但是在 我也知道在中国其他的地方 会有很多通融的方式 就是说因为有的 其他的地方 那个药店里面 它就有做堂的一些 有医师这个什么执照啊 什么药室执照的人 他就可以开这个药 处方什么的 就可以买 我记得有一个 在一个城市 一个小城市啊 然后我发现能可以买那个 头包 哎呦 我觉得 我反复问了好几遍 我觉得可以背一些 然后呢 他见我问的多了 他说 哎呀 你不是来检查我们的吧 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总之的 那个确实很方便 那很多时候 就不需要再去医院了 我记得我肺炎生病的时候 在医院 每天 这个掉水 掉 有的时候七包 有的时候五包水 然后呢 有一个 刚说就是 左养服杀星 这个是最贵的 这个左养服杀星 还有口服液 它好像是对这个肺炎 比较有效果 但是它有些副作用 就吃了之后很难过 非常难过的 这个难过 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 胃肠的反应 就是胃有 对胃有很大的刺激 第二个就是 这个左养服杀星 我认为它好像 能使人非常抑郁 就你用了之后 觉得情绪低下的 好像它的那个 说明书上 可能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写 所以这个药的副作用 是很大的 但是我认为 在有炎症的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不要管的 这个副作用 就是一定要抑制 所以一定要用 一个是这样的 这个比较厉害一些的 这样的抗生素 第二个就是 这个头包好像不太有用 其实我在去医院之前 我自己也用过 它好像并没有 特别大的效果 然后一个是特别厉害的 这个抗生素 还有就是 那个要制止住这个发烧 这个发烧呢 它有很多西药 可以制止住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 实在是去不到医院 自己每天一定要吃上 这样的 退热药 退烧药 能延缓一下 这个病情的发展吧 我觉得 这个医院 现在没有条件来收治的话 那么起码 能不能开一些药啊 我觉得如果能 从医院里面 开出药 是最好的 因为医院里的 这个药的 那个剂量上 比平时药店的 那个药大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门诊呢 或者这个住院 住院的地方 比门诊的药 还要不一样 它的药量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觉得医院 能不能开一些药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人是一个医生 叫这个曹立荣 这个是央视网上的 这个文章 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 他是一个西医 是一个妇产科的 武汉的医生 然后他自己感染了 那个这个病毒 那么他在这里边用 就他自己怎么样 自己用药啊 用中医啊 用方子 然后治好的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 那个这个时候 我想说的 就是你看 可以参考一下 他这里边用的药 他用了什么东西 他当时怎么得病的 然后他怎么样 用14天就是 这个治好的 我觉得这可以 这里边说 他用的 这个葛根汤呢 其实也是我的 那个常备药 这个在日本 他有那个 药店有卖 那个中程药 就冲一下 甚至他还有 那个液体的 主要就是 感冒的时候 他可以 比较迅速的退热 这个台湾也有这个药 但是中国 没有这个 葛根汤的中程药 那就要自己熬 但没有这个药的 没有关系 我觉得用其他的任何 什么三九感冒 零之类的 只要你能把这个热度 退下去的话 都会有帮助的 还有就是多喝粥 然后再吃这样的 退热的这个药 这个很必要的 然后这里边他还说 他用了那个口服 那个西药嘛 这个抗生素 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里边 他写他自己辩证了 中医要辩证的嘛 那个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中医的 指导方案有四个嘛 因为他要 每个人不同的症状 他辩证 他自己给自己开的是 消毒瘾 然后他怎么样去治疗的 那么治好了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是 好像现在这个 我记得河南吧 那个河南今天的新闻 就是说 他全部的确诊 并且全程使用中医中药 我觉得这个河南的领导 真的是很敢做 那个当然这个 也是说明什么了 他央视也一样 已经连续两天采访 昨天前天都采访 那个中医的院士 中医现在也在武汉 也是介入的 但武汉不是所有的 只是一个医院 其他的医院 还是西医介入的 那个这里边说明什么呢 不管哪一个 他说明一点 就是说明国家现在 不是说重视中医 而是怕 我解读啊 而是怕犯那个 非典的时候 治疗的那个错误 那个时候 非典的治疗的时候 西医不是用了大量激素 使很多人 即使那个 活下来现在是 骨骨头坏死了 等等 那个原因就是那个 用激素 大量的激素 但是呢 当时还有一些人 是用中医治疗的 尤其是广州 什么中医大学 什么医副院 那个 用那个中医治疗的 他就没有这个 任何的这个问题 而且他的死亡 最后的死亡 病例也少 这些都有公开的 那些数据的 所以呢 从那之后 这一次 这一次其实最开始 也没有让中医上 就是这几天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可能是给国家的 提的意见吧 国家接纳了 看来是这样的 所以他现在 中医大量的上 他的原因就是怕 像非典一样 犯那样错误 我估计是这样 这个国内看起来 好像是一边倒的 在赞扬 这个中南山 但实际上 也有人质疑他的 质疑他的原因 就是非典的时候 这个大量使用 大剂量的这个激素 这个方案 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造成了 一些后果吧 但是这个国内的 这个环境 不允许说话的 所以这个不可以 提不同的意见的 所以说的人比较少 总之吧 那个我觉得 如果是在家 额力治疗的人 可以这个中医 中药和西药一起用 这个西药 就是说抗生素 你要买到最厉害的 这个抗生素呢 一定要服用 然后呢 这个中药的话 因为中国 好像在网上 可以搜到 那个国家出的 那个指导方案 中医的 他一共现在出了 好像是四个 就是说 他把这个病 现在分成四种类型 你对应的 那个自己的 那个类型 你看看 去抓这个中药 去吃 我觉得可能会有帮助吧 怎么样呢 比不吃药强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对这个 已经有很多人 治愈了 出院了 对于出院的人呢 我想说一句啊 就是说 现在也在提 这个人民日报 不也在说 会不会二次感染 这个 他说不排除 这个 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就不是 关于这种 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 就普通肺炎也一样 他往往会再犯的 就在同一个时期 因为你去在百度上搜一下 就是前一些年的 每年就会有人 问这样的问题 说为什么 我这个肺炎好了 怎么又犯了 就经常会有这样 这个就是这个肺炎 这个病的特性 我认为是 然后呢 我和那个病友 就是有个上海的老阿姨 她是一个老的 肺炎患者 已经有十几年了 她的老公 就是她当时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九几年的时候 就是因为肺炎去世了 就是肺炎死的 而且她的老公呢 不抽烟的 就是不是因为自己习惯不好 绝对不抽烟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感冒拖延的 感冒之后呢 自己没有当回事 就拖了半个月 然后再去医院的时候 就很重了 最后的时候 她还转院到了 那个上海费的最好的医院 就是费黑医院 在费黑医院 那个时候 也有那个重症的 这样的地方 就是现在叫ICU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大概是这样的地方 然后每天的 那个费用很高的 ICU现在是一天一万多 那个时候也很高的 那么她治了70天 也没救过来 去世了 那个费用当时是很高的 几十万的 所以可见呢 这个肺炎如果延误治疗 就再轻的话 都会脱成重症的 一定要及时 那么关于这个 这个阿姨就很注意啊 那么这个阿姨也是 已经也有十几年的 这个病史了 那么我们就提到 向她请教的时候 就提到 她经常是 不能说每年 饭也差不多 有的时候会隔两年 三年 那么这个阿姨的 犯的原因就是 就是香港那个 示威游行 就上 这今年犯的原因 是香港示威游行 她的孩子 那个时候就是 必须要在那个期间 去香港 她非常担心 她就担心的晚上 就睡不到觉 睡不到觉 休息就不好 而她白天 非常劳累 她还有个年轻 很大的妈妈 就九十几岁了 要照顾 那么然后呢 她就犯了 就这样的 这个连续 两三天 没睡到觉 而犯的 这个肺炎 很多的时候 是老年人 就是我住院 那个时候也是 很多时候都是 七十岁 六十多岁 八十多岁 九十多岁 老人 但是也有年轻的 三十多岁 二十岁都有的 我住进这个 病床的 就是这个 上一个人 他出院了 我住进来 这个人就是二十岁的 他们说就是二十岁 那么他也住了 十天院 这个肺炎的 住院时间点长 至少是十天起的 那么这个 住两周 也都很正常的 所以我想 这个也是 就是很多人 现在 就痊愈的人 少的原因吧 那么关于这个肺炎呢 我说的这个 非典型 这个肺炎也好 什么肺炎也好 它都是一个定语 最后还是 主语是肺炎 那么这个症状 还是肺炎 那么 这个阿姨 总结下来 还有我 根据她 我问了她很多东西 我总结出来什么呢 就是不要走动 就是你就躺着 就躺着 不要走动 你走动的话 是我 没有医学之事 我就自己理解的 我想她是不是 那个 这个肺的 就需要有一些功能 去呼吸 还是怎么样啊 反正这个走动的话 就会加重这个 还有拖延 这个病成 就不要走动 就躺着 后来以至于 我就跟那个阿姨说 我说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好了 那我们以后 每到这个秋冬天 容易犯的季节 我们就提前躺着好了 在家 什么都不做 就躺着 除了吃饭之外 你就躺着 也不要管胖 那么 她是不是就可以 预防了 也不劳累了 然后呢 这个阿姨说 哎呀对 可以试一下 说等我们明年的时候 试一下 这就是我当时想的 为什么这样想呢 因为我住进去的时候 我并没有每天住在医院里 我是回家的 因为那个医院里的环境 实在是没有办法睡觉 我第一个天晚上住在那里 因为发烧嘛 那个结果就是 一个病房是三个人 中间那个床的人 是三十几岁的 但是她特别胖 结果呢她打呼噜 就特别响 我就没有办法睡觉 也就是说第一天晚上 我住进去的时候 我半夜的时候 我就到护士台 我跟她说 我要请假回家 我说我这样的话 我休息不好 我没有办法恢复好 然后她说说 现在已经半夜了 你这样的时候 也不能走啊 我说不能走也不行 我也要走 我说这样的话 我在这没有意义的 我睡不着的 那么响 她这个呼噜 像雷一样响 我说我从来没听见 我可以这样的啊 因为这个人呢 他之前 他有别的病 他用了激素 所以他就是那种激素 导致的胖 他特别胖 所以他打呼噜 什么都是很厉害的 甚至会窒息 所以后来 再后来几天 医生让他睡觉 都要吸氧的这种啊 然后但是 我住进的时候 他没有吸氧 然后呢 就我就没有办法睡 第一天晚上 就是非常难过 也就是说 你在生病的这种状况 需要休息 却也无法休息的 这就是这个真实的 包括在上海 也是这样的 这种 医疗的这种条件吧 然后呢 这就是为什么 在网上 也不能传说啊 也是 也不是谣言 而是那个 正实的 正实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 那个上海的 小汤山医院建成之后呢 它上面有一个新闻 说 那个人们谣传的 那个叫 武汉的叫什么 卫生部门的 叫刘某什么云的 那个一个干部啊 在上海确诊之后 却到处逃窜 然后那个不肯住医院 其实我在想 他一定是非常了解 这个医疗系统中国的 所以他才会不肯住医院的 一个原因 他是不是那个干部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应该非常了解 这种状况 那么我猜测 他为什么要逃 为什么确诊之后 还要逃 还就是因为他知道那里面条件不好 休息不好 这个是主要原因 再一个 他自己可能是知道 应该怎么治疗吧 也许啊 但这个人 那个新闻上说 他是收治在小汤山医院了 而且是 好像是单间还是怎么样 就说因为小汤山那边 最开始的时候 病人不多嘛 他的那个医疗条件 是有保证的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能看出来啊 就是这个 即使是上海的话 他的医疗的这种条件 也是很有限的 这也是过年之前 实际上我22号的晚上 我还决定离开上海呢 这个就是原因 因为当时我判断呢 这个上海可能会有很多的人过来 那么我即使病了的话 我也住不进去医院 因为非常紧张 上海的床位 平时他的利用率是98%点几啊 实际上那个都快百分之百了 我觉得 因为他那个零点几呢 就是外面的郊区的 村民什么 也许会这样 市区的绝对都是百分之百 他那个住院也是很难的 我当时觉得 我即使患病了 我也住不进去那个医院 而且我认为 我不可能不跟别人接触 你总要有这个快递啊 什么的 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 我认为这个外地呢 当时呢 可能不会爆发 不会很厉害 那么也可以住院的嘛 什么的 但是后来第二天早上 我应该走的时候 按计划的时候 我发现啊 在那个已经武汉封城了 这个时候 我决定我就不走了 因为我觉得武汉封城的话 我要到公共场合 我去做任何交通工具 我觉得那个人员很密集 这个风险太大了 所以我就临时的决定的 这个今年是过年留在上海 是这样决定下来的 但我现在决定 我决定是很正确的 回头说啊 说那个 这个平躺 就真的是要平躺 你不要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的家务 再简单 我觉得不要做 就是真的是躺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住院的话 住院十天 我认为我就可以出院 医生也认为我可以出院了 可是我又开始烧了 又烧了两三天嘛 那个原因呢 我就一直问医生 是什么原因 我说为什么 我在掉了水十天的话 怎么在医院 还会又发烧呢 那么医生就认为 是我回家 认为我这个来回走动 或者是有的时候下楼 下楼都要请假的 那个就下楼 比如说买个橙汁什么的 那个到一楼了都不行 这个医生经常会呲我 就说 你怎么被请假 你怎么就怎么怎么样 来回走动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要走动 但他也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不要走动 但是后来我们 就是总结的 病人之间总结的 就是说 可能是不是 自己理解的 这个走动的话 会加重这个肺的呼吸 使他劳累呢 所以就是说平躺 一定要平躺 平躺非常重要 真的不要做任何事情 你就除了吃饭 就躺着吧 但这有一个后遇症 就是对胃的伤害 是包括那些吸药 也是这样 它对胃有伤害 但是没有办法 只能是这样做着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患肺炎的人 如果不能到医院 一定要休息 一定要平躺 所以我觉得在武汉 很多人 是由于来回奔波的 在那排队几个小时 也就治不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特别疲劳疲惫 这个才是降低的 那个抵抗力 然后 这个是病情加重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 总之吧 就是来总结一下 这个 对于出院的人也好 还有就是说 在家隔离的人也好 一定要注意这样 包括出院的人 这个如果没有 就是保护好的话 会再犯的 就啰嗦到这儿吧 再见 再见